苏珊桑塔格说 一张照片永远无法像一张绘画一样 超越它的主题 一张摄影也永远无法超越它的视觉本身 脱离视觉符号的以赋 在照片里不一定要有东西 不一定要是计时的或是叙述性的 这是我们这一次抽象摄影之眼的主要策展命题 我们的命题分成四个主题 第一个飞象巨象 在生活里有一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视觉 我们产生了一些美的事物 美的摄影视觉 缺乏日常熟悉的辅马 进而转向一种英雄式的观看 老梅系列的作品 拍摄的是水滩的反光与天色 产生一种东方水墨情趣 尤其逆向天光 地面的沙石产生水墨化渲染的趣味 像是抽象画 有异曲同工之妙 软尾明的光之妙谷 局部裁切壮大优美的地理景观 也是直接展现摄影 大大小小模糊的圆形光点 反射出空间中类似星光的空间层次 就像是宇宙星体 第二个命题 理性与感性 是希望透过抽象绘画的创作意念 由色彩与造型来看向摄影者的心灵 感受一下摄影者对于创作是压抑还是宣泄 林天斧炼石 炼石拍摄北海岸野柳一带 海岸长年累月的海石风石 在海水与强烈东北气风的多重作用下 幻化成千奇百怪的神奇景观 用摄影者的眼光再次发现挖掘 淬炼点石曾经 邓伯仁《清呼吸创作》里面提到 我试图在都市丛林中寻找喘息的空间 记录细微的情感 记录片刻的感动 食物与光影的交错 堆叠深刻与静谧成无可取代的呼吸空间 第三个命题 顽形 顽形心理学里面的认知因素 包括接近性 相似性 封闭性 连续性 对称性等等 透过这些视觉认知因素 我们在抽象的摄影里面 找到了解读的趣味 张光和1994年作品《植物之一》 就以电脑影像处理方式 产生一种四方连续的图案 当成植物之一的作品背景 这种对称又连续的图样 像花布、壁纸一般 具有一种机械重复性 产生一种大量生产 且单调重复的视觉趣味 它呼应了工业现代化之后 电脑时代进一步产制了 没有灵光的虚拟视觉 高科技的电脑处理技术 如万花筒一般将影像切碎 然后上下对称 左右拼接出千变万化的图样 它称之为植物质0.5系列 随着时代科技不同 影像的呈现也日新月异 透过物介质这个命题 我们来寻找 媒材介质充满抽象视觉的可能性 李光明收集底片片头 有陈吃 一吃30年就是以彩色正片材料 制造的效果来回应这一种关系 李光明在底片冲片后 剩下无用的片头里看到美 这里完全没有镜头、对焦、景物 有的是底片过度曝光的边际领域 而片头是一卷底片被拖出开拍的开场白 陈春露开天系列作品 视觉上有如宇宙星云、华丽变幻 取名开天因是其效果如盘古开天一般 混沌初开、幻化形成宇宙 作品中偶有出现佛像隐约成型于抽象色彩之间 那是因为作者将拍摄的佛像彩色正片浸泡于药水之中 不正常的酸碱侵蚀造成了药膜面起化学变化 脱落位移 因此正常的成像受到破坏 而有如此不寻常的抽象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